没这么护着自己员工的 你得让他给我道歉 来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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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姐 你在车上等我上洗手间 好 来 姜姐 倩姐 倩姐 那个 您还不能走呢 陆总在号场间等您 累了 不想聊了 姐 等 等一下吧 那个 陆总都等您一天了 我刚刚看见他还在化妆间呢 我不想跟他聊了 行吗 不是 我觉得 给他一个最起码的尊重吧 任何的文案工作者都不容易 你既然答应了 几分钟的时间总是有的吧 来 姜老师 不好意思 姜老师 我们工作人员出现了一级失误 有几个特别重要的封面 还没拍 就在耽误您几分钟 有没有搞错 不拍 可以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也是来工作的 我已经连着两天跑到你们这 破坡来配合你们的工作 你们说不拍就不拍 说加时就加时 现场有谁尊重过我吗 怎么搞笑 我们领导都不在 也请姜老师您配合一下 搞笑 但是这个事情吧 怎么回事 都看够了吗 刚才我都没认出你来 你怎么又瘦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今天在拍宣传短片 所以过来看看你 本来呢 我想先去看看导演那边的画面的 听说这边出事了 谁惹你了 他就是个实习生 明天就调走了 咱把剩下的那条补拍完 我请你去吃饭 喝酒赔醉好不好 还有几张照片没拍 三套 要换衣服吗 需要 赶紧让我看看你现在上镜什么样 我手里还有好几个代言 都等着千辛人呢 走 我们换衣服去 你没这么护着自己员工的 你得让他给我道歉 你不得让他给我 这怎么了这是 谁要给谁道歉啊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肯定是把江老师给气着了 悠传媒经历了这么多的大风大浪 能让这么点小事就让摄影风停落啊 殷总 其实没什么事 什么叫没什么事 你先啊 你先等一下啊 我这儿有点事 我觉得你们啊是把江老师给累着了 都气成这样了 我觉得今天干脆别拍了 休息吧 江老师 我知道你对咱们现在这个策划方案非常不满意 但是没关系 咱们下次找机会再合作 对咱们家伺候 请不吝点 众筑 丹 wid 我这就过来啊